錢每個人都要 您知道嗎 我們台灣 如果你檢舉共諜的話 是有獎金可以拿的 最高500萬 有這個最新的消息 是民眾他檢舉共諜 一次喔 領了300萬元的紅包 我也很好奇 我要怎麼樣提供相關的資料 要拍什麼照片 或提供什麼樣的訊息 我最起碼拿個20萬 我都很開心 對 这幾年 共諜案越來越層出不窮 這個根據國安局的統計 這5年來 大概就破了50幾個共諜案 中間有24個案子 跟現役軍人有關 這24個案子比較特殊的是說 軍中的這個共諜案 有19個案子是主動檢舉 我們當然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你軍中24個案子裡面 19個案子都是主動檢舉 這個軍中怎麼大家這麼熱血 因為有錢可以拿 原來是我們去了解之後 原來是有獎金可以領 事實上其實這個國安局 本來就定有一個獎勵辦法 在跟這個共諜案有關的 這個獎金的頒發上面 最高其實可以頒到500萬 這也不限軍人 名人也是可以領 不是軍人 民眾都可以 對 只是說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都可以 這個主要是調查局要負責宣導 社會上大家一般不太清楚 這個狀況 能不能幫我們清楚舉例 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能拿到獎金 我要提供什麼 其實我必須講 因為這個涉及到 所謂的檢舉人的保護 軍方他們並沒有透露太多的訊息 但是絕對可以 他們認為說 可以談的是說 的確有一個個案 就我了解 大概是跟海軍有關的 那個相關的人 我個案不多談 那個案子是有人 就一次就拿到300萬 其他的也有就是說比較 要看這個 其實他的標準是 由國安局來審核 看他對於這個案情的 破案的功勞有多少 還有這個共諜案 他的涉案的嚴重性有多少 像譬如說 你是涉及那種所謂的 整個共諜網 涉案人可能一二十個人的 因為你的檢舉破獲一二十人 相對獎金比較高 就我所知就是說 軍方陸陸續續這五年來 累積大概除了300萬之外 10萬 20萬的 還有兩個領100萬的 前後拿的快1000萬 都已經領走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民眾比較不清楚 但是軍中其實他們 很多人都知道 舉個例子有沒有 所謂入門的門檻 或怎麼樣做容易拿得到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軍中的部分 他們一個是 其實處理共諜案 他們現在的策略是這樣子 一個是加重所謂的刑罰 另外一個就是懲罰 事後懲罰 一個是事前的預防 那就是獎勵 這個部分其實 等於說他們 軍中本來就有回報的機制 就是說 譬如說有大陸人士 你就會可疑的 邀請你可能透過同學 同袍的關係 來跟你要聚餐 然後事後 譬如說沒事這麼好 我剛剛就要請你出國 去旅遊 這等等 他們覺得有異狀 其實軍中有一個叫正義專案 你依規定就是要回報 你不回報你還要被懲罰 你回報的話 有可能有獎金可以拿 那就我知道有兩個人 只是因為依照這個規定 就回報 讓檢警就循現去破獲 他說他是阿兵哥 有人說我邀請你出國 他就阿兵哥覺得說 怎麼會那麼好看 其實也不會阿兵哥 他們通常吸收 關節會稍微高一點 這幾年當然位級的也有 但是大概孝級或降級 是他們的主要目標 我知道有兩個人 只是因為他一規定回報 循玄破獲了這一個共諜王 就賺了 每個人就臨走100萬 所以這個獎金 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他有一個鼓勵的性質 但我覺得軍中的保防 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他有在提升 比較大的漏洞 是在民間的部分 民間的部分其實現在就是說 包括國安單位跟立法院 也要推一個所謂的保防法 他就想要加強所謂的社會保防 社會保防我舉幾個例子 過去其實我們社會保防的漏洞 還滿多的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 某個電信公司的通信機房 其實通信機房 它有的是政府機關的很多線路 包括光纖 四化 這個大哥大 都是透過那個機房在做交換 你如果譬如說像以前 在搞那種監聽的 他去裡面掛線就可以監聽 結果在台北市建國 這個南路某個機房 就被陸客 很容易的就侵入進去 侵入進去之後 拍了所有機房的照片 然後又帶回大陸 在網路上PO網 後來被檢舉才發現 居然這種民間的電信業者的 這個機房也會被侵入 另外像這個 過去我們也談過說 像飛彈在射擊的時候 怎麼好像有大陸的 不明的以遊客偽裝的人士 在投訴到我們的基地 譬如說像今年就發生 有九棚紀地 對…九棚紀地 那時候不是大家 如果印象清楚的話 就是說那時候要用這個 愛國者 惡行 要去攔截所謂的天宮的飛彈 那時候是因為他在漁港方面 就有一個陣地部署在那裡 然後那時候就傳出來說 怎麼有遊客 投訴到九棚紀地附近 有個叫旭海 那個地方其實相對很偏僻 台灣我們自己國內都不常去 那有一對老夫婦 帶著他的媳婦跟這個孫女 超大陸口音 然後就投訴到這飯店 走得不是東安路線 很妙的是說隔天下大雨 剛好那一天本來是要射擊 但下大雨 就射擊的前一天 就兩個人租了腳踏車 去外面騎了五個小時 這個實在是 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所以這個部分 像這個事情會出來 都可以拿到提報 可能有閒開 對 這就是旅館業者 他們去通報 後來當然是檢調他們巡線 去查 後續不知道怎麼樣 我現在不是很清楚 但是不過就是說這個部分 民眾的檢舉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案例也很特殊 像今年8月那時候蔡總統 他要到屏東的三軍聯訓基地 去看漢光演習 第一次 對 第一次以三軍統領的身分 第一次去 結果前幾天也是有民眾舉報 說附近 就是他那一個 三軍聯訓基地的那個叫 人壽訓場 附近大概兩 三公里的地方 有一個民間的業者 他就自己組裝了直升機 他是從國外進口 自己拼裝 然後在那個前戲 就是演訓的前戲 就自己在附近飛飛飛 後來就是有民眾覺得很詭異 怎麼會離這個 這個演習區這麼近的地方 就有直升機在那邊盤旋 後來也是去舉報 後來就是檢警料 也是循限去查 結果這個人跑掉了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是跟大陸有 某個經商的關係 另外也不知道 在他的這個機棚裡面發現 大概兩到三架這個非法的直升機 像這個你如果民眾 不是靠所謂的社會保防來做的話 其實你包括軍方或國安局 怎麼去監聽監控 其實都發現不了